随着何泽市疫情防控形势全面向好 何泽市区多个低风险区 相继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并严格落实常态化防控措施 2022年8月7号零时至24时 何泽市报告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三例 军系集中隔离点检出 自2022年8月8号80起 何泽市将牡丹区昆明路中段路 东顺河物流园 曹县王极镇丁庄村 曹县魏湾镇临庄村等多个地区 调整为低风险区 自今日零时起 何泽市牡丹区高新区的低风险区 及开发区全域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同时各类公共场所 均实行场所码 查验全覆盖 并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符合条件对外开放的公共场所 严格采取限流措施 非生活必须的密闭性场所 及个文化娱乐场所 暂不开放 餐饮场所暂不开放堂食 今天不少个体工商户 纷纷走出小区回到店铺 在社区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整备物资 清洁消毒 为营业做好充足准备 为给居民营造安全的生产生活环境 何则是广大基层导员干部 持续下沉一线 协助居民小区 及社区内公共场所 严格落实各项防疫要求 慎重如实 手劳疫情防线 从今天开始 社区全体党员干部 继续下沉到各个小区 结合小区物业 左号进出等级 查看什么 对于小区周边 警应单位 独处他们 背后防疫物质 左号潇洒 今天最大的理由 我也下去 今天应造一个 癌刷的神话环境